今天10月1号 雪龙巴生谷和马六甲正式迈入国家复苏计划第三阶段 一些领域也陆续开放 此外 多个周储的中学生将从后天起分批返回校园进行实体教学 为了让孩子们在安全的环境学习 马六甲一个名为民族大家庭捍卫者的非政府组织 昨天就自发前往当地的大吉里旺国中消毒 不仅提升父母的信心 也让孩子可以安心从拾书包 除了消毒校园 这个组织也赠送校方口罩和消毒搓手液 身体力行为校园打造防护网 大吉里旺国中将在这个月四号迎来首批35名特殊需求学生返校 另外177名SBM考生则将在18号回校上课 Incor算手打得在19号在29号上课 Rede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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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